2019第29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10月14號要在台中開打 中華隊首戰只有硬撞要碰投日本 接下來兩天的分組預賽 將依序過招香港以及斯里蘭卡 值得關注的是 最近國手們紛紛歸見出征全國運動會 等於只剩最後4天調整 就得迎接亞錦賽的到來 吳晨峰更在5天的全運會四度登板 不少球迷擔心他是否負荷過重 也習慣這種 雖然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不太好 因為會影響到球威 那當然是能獲得充分的休息是更好 但是短期別賽其實張力夠 亢奮也特別的夠 勝上限速一來 其實表現也會不一樣就對了 以前受到的矚目沒有那麼多 現在關注度高 可能會有無形中的壓力 那場下是會想比較多 可是我一上了場 其實這都不是重點了 我只專注在我球場上面對的 每一個play的每一刻 吳晨峰不擔心最近的密集出賽 但也坦言隨之而來的關注壓力 確實需要多一點時間消化挑釋 舉團是中華隊勞面孔的內野手蕭伯婷 和吳晨峰一樣剛徵戰完了全運會 最近更罹患了A型流感 很怕傳染給隊友 不過他自信的說期待林子偉跟張宇辰 只對大檸檬等級的內野雪地連線 先把身體養好 然後把這種感覺帶到亞錦賽上面 對 然後一樣一場一場的往後打下去 畢竟他們有真的有經驗上面 對 然後可能一些想法會比較新 就大家一起共同去努力去學習這樣 全運會的賽場上 吳晨峰和蕭伯婷各位旗主 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 兩人將一起披上中華隊的戰袍 備戰下週要開打的亞洲棒球錦標賽 下禮拜亞錦賽 希望各位球迷進場TG中華隊加油 來提醒黃仁侯 黃花君 採訪報導